好 我們TVS的團隊呢 持續是在松山機場這邊的制高點 為你來掌握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他的訪台型 那麼接下來到底他這個班機是什麼時候抵達 大家都非常關心 那麼現在最新的消息是 裴洛西他所搭乘的這一架 SPA-19的這一架專機 是在下午的3點鐘的時候 從馬來西亞起飛 那他一路呢 是先到了這個飛過印尼的上空 那我在往菲律賓的時候呢 是現在在7點20分左右的時候 開始往北了 也就是呢 朝著台灣的方向來前進 那大家當然非常關注的是 這架飛機稍後是不是就會降落在松山機場呢 那當然呢 這架飛機呢 他如果呢 按照他的這個軌跡來看的話呢 他可能會從這個花蓮這邊 接下來轉到這個松山機場 主要呢其實過去有飛機 他在這個從菲律賓要飛到台灣的時候呢 都會經過的是南海 但是顯然這一次呢 繞了一圈 也就是說似乎也是想要避免這個可能爆發衝突的場面 所以呢這個飛機是特別繞了一圈 那時間點呢估計會落在10點後 也就是10點20分左右 裴洛西一行人呢在抵達松山機場之後呢 他們會在機場內先進行PCR的採檢 採檢完之後呢就會直接到這個下榻的飯店 那目前這個下榻飯店傳出是在信義區的這個飯店 那在飯店之後 他們隔天也會有相關的拜會行程 包含是要來和總統蔡英文來會面 還有也會到立法院喔 另外呢原本預計他們這個飛機時間 可能在10點他就會離開了 當時大家都說這是一個旋風式的快閃 不過現在呢了解到的是喔 他會把行程往後延了 也就是呢他下午的時候 還會到這個景美人權園區喔 主要就是要和一些像是吳爾開西等等的人權的 這個學者等等人來見面喔 另外在中午的時候 也會和總統蔡英文來進行午宴 那我們要看到 其實呢裴洛西的這家專機啊 他是在7月31號的時候呢 掀起8點的28分的時候起飛 那先降落到關島之後 21號的時候呢 抵達了新加坡 那進行新加坡的訪問之後 在2號深夜抵台 下可能會來下榻到飯店喔 那原本是說只有在上午的時候 會拜會總統蔡英文 不過現在呢 還會有這個中午的時候 會來進行午宴喔 那還可能呢會有這個記者會等等的行程喔 所以說呢 其實這個跟我們呢 我們的府方啊 包含到外交部喔 都是一直還蠻低調的喔 所以看起來還形成了一個蠻大的差別喔 那當然呢 裴洛西這一次呢 會來台也引起了各界高度的關注 尤其他牽動的是中美台喔 之間的關係喔 所以當然在這個行前喔 他亞洲行要出發之前 這有這個消息傳出的時候 大陸方面呢 就不斷的這個言語上呢 用詞是蠻強烈的 甚至呢在這之前 還有拜習通話的時候 也就這件事情來進行討論 那當然呢 美方在美國總統拜登的時候呢 他也是強調說 他認為此行好像時間上是不太適宜的 不過最後這個裴洛西他的亞洲行事出發了 那當時在行程當中呢 他並沒有透露說有台灣這件事情喔 多說是站定 都沒有人鬆口 但是呢現在看起來 從這個軌跡圖來看呢 已經一切的準備呢 似乎就是他要抵台是 已經是抵定了喔 那我們來看到 其實呢在這一次啊 解放軍的部分呢 當然呢也不能夠做一代弊喔 他們呢包含在這個 昨天消息的時候 就有來發影片喔 來進行這個恫嚇喔 那還說到呢 說會嚴正引帶喔 聽令而戰喔 另外說呢 會埋葬一切來犯之敵喔 隨時都做好準備戰動了 而且我們要注意到喔 他在影片中啊 是有放入這個空襲警報聲喔 也就是說 在提醒這個包含台灣 以及呢 這個美方 絕對不要輕舉妄動喔 所以呢 這個東部戰區發布的這樣的影片呢 也讓大家呢 對這個到底接下來說 中共呢也是解放軍 會有什麼樣的行為呢 都是更高度的密切關注 那稍後有最新的情形 我們也將隨時為你攪握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 各自然之間 嗯 請按讚 開啟小鈴鐺 請坐 請坐